NEO 了世界天天的不幸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長大大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血背的阿拉伯蒂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出生點位的Compch 選擇了瑪麗人 瑪麗人他的挖金速度 跟黃金攜帶量 跟黃金可以挖的時間會再更久一點 都有這些加成在 瑪麗人他的金水還是標和金色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跟駱駝傷害來到14點傷害 他的攻兵路線是稍微能打的 城堡時代跟風雲時代我覺得蠻適合 到地龍時代他沒有三級式的關係 槍弩會稍微弱了一些 後期還是比較常看到使用火槍兵 或戰防兵作為防守的一個選項 那進攻方面還是要多靠騎兵跟火炮 還有這個步兵路線 建兵有勢的話可能會稍微難用一點 但是他的瑪麗人的步兵單位 每隨著一個時代升級手 或獲得一點遠方 所以這個刺蝟瑪麗 刺蝟步兵也是在說瑪麗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一點鐘方向的達達人 達達人是MBL選擇的威名 達達人他擁有這個速成馬功最快的威名 用免費的拇指環跟暗血忍戰術 而且他這邊高打地的傷害會再更多一點 那吃的這個訓養動物也可以再吃更久一點 所以前期達達人很適合這個棒棒開局 或者是打這個肉馬開局 當然現在棒棒開局的話也不是那麼常見的 一律肉馬開會更好一點 那達達人他的後期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跟馬空路線 騎兵路線有大肉馬駱駝部分也是正常的選板 那他也有草原騎兵 那他的草原騎兵也是世紀帝國裡面 防禦最高的草原騎兵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MBL前方的黃金 看起來是不太妙的 因為這裡一樣都是有高地在的 只要一有高地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對方控 所以這邊可能前期要投機跟箭塔 稍微會安全一些 那他這個金跟另外一塊金 這塊金可能在後方點會稍微安全一些 但問題也是一樣 這附近都是高地阿 看起來是非常痛苦的 MBL這一場比賽不太好過了 黃金點都不是很好 那來看一下COPCH COPCH這邊也是阿 黃金都在這個高地的附近阿 很容易被人家控住 這是什麼超級痛苦的地形 橫正中心的外面這一圈都是高地阿 好難受阿 我們這個附近也是阿 那他手在後面阿 算是還好 那瑪麗人要打飛刀打打人的話 可能是有點吃力阿 因為瑪麗人的飛刀女獵手 是比較害怕工兵跟馬公路線的文明 在MBL這邊是選擇了打打人的關係 所以飛刀這個東西應該是不會出場 結果MBL這邊是選擇了三棒棒開局 哇走了一個非常冷門的開局路線阿 那我們最近的會語影片裡面阿 有教這個棒棒開局阿 三棒棒開局轉裝甲 瑪麗這邊也是棒棒開 但這邊棒棒是兩棒棒開阿 那MBL這邊的棒棒更是更早的阿 他並不是我們教學裡面打的那一種 點封建再點棒棒 而是有這個肉就去按棒棒的流程 那這個流程我是覺得不太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升時代時間會非常非常慢阿 這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打的我們教學影片那種升級方式 點完封建再按棒棒 穩定度相對好上很多 這裡甚至要轉攻兵也是更快的 那你看MBL這邊如果是提早按棒棒的話 時代還升不上去很容易阿 就會在這個時間點就暴斃了 所以MBL這個開局方式我覺得是挺微妙的 而且他也不是什麼 寶加利亞之類的 待會升上去阿 他也是需要投資這個40黃金跟140肉 才可以升級到裝甲步兵 那他也不是大陸P圖 整體來說這個裝甲節奏是打的會比較慘烈一點的 那目前看到對手已經有挖黃金 工兵都出來的情況下 裝甲步兵的投資似乎是不會去做這個選項 到以上封建時代直接轉工兵可能會比較適合 讓MBL打這個路線 好三隻棒棒還想要繞一下 後面兵工場補了 趕快敲一下 這邊都看到了 工兵過來 三隻村民也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開頭講的很痛苦的地方 劍塔直接控死你 這個黃金 而且又是高地 好 果然一上風天塞補了四天場 只能選擇先轉毛兵 然後點下一級射 那你稍微圍一下 好三隻棒棒 做不到任何的事情 這個開局是真的慘 好這邊衝進來了 工兵加上棒棒開 後方的黃金 趕快來挖一下 然後自己的主金被控 後面有一塊黃金在的話就會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開局要非常熟悉自己的資源點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後方有黃金 看起來暫時還能打 如果這個黃金都被控住就不太OK 好這根劍塔蓋了木牆之後 村民原地返回 並沒有繼續要深入深叉 沒有要繼續開稿 MBL這裡把人點了一個劍塔 但是又選擇了取消 是不是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插劍塔這件事情 那劍塔要補這麽正面嗎 我這麽覺得會被制裁 這邊工兵跟毛兵 還有棒棒都在這 就會蓋到頭破血了 好那MBL 去騷擾的棒棒也只剩下兩隻 感覺能做到的事情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個傷棒棒開局 如果真的要打 還是打這個點完封建 再去升級 雖然騷擾的時間可能會比較短 但至少可以Trade寶石自己升級後續 也不會有太大的轉兵問題 好MBL這邊由於是在升了比較慢一點 所以現在看起來 體驟並不是帶的很好 一直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狀態 對方幹什麽 自己就死人稍微防守一下 的一個路線 但現在自己的兵也終於有機會 殺到對方的村民 但還好 COPCH這邊收村很快 一村都沒死 好後面的攻擊手要拉回家嗎 還是棒棒注意敲 好這坨少量兵稍微打一下 好這里兵要拉回來 做殲滅戰了嗎 欸沒有 所以就要繼續往回啦 好繼續看看可不可以騷擾到對手 好肉馬來了 馬力的肉馬來了 好 弓兵稍微打一下 毛兵直接拉去點弓兵 細節打好 COPCH直接打肉馬配弓兵 這個組合打法最強大的地方是 對方是轉垃圾兵路線的時候才會很猛 那自己 對到這種情況的話 對方弓兵只有四隻 你不點他的弓兵的話 肉馬也是很容易被弓兵點掉 但如果你去點弓兵的話 自己的弓兵也會被點掉之外 肉馬也有可能會被射掉 那這裡要打贏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的弓兵也再出一些 然後肉馬再繼續按 那最好肉馬還有品種 才比較容易解掉這一團 甚至這裡要補下雙馬咒 才有可能會比較容易擋得住 因為這裡的部隊量 明顯是你現在用呆馬咒的旺 是很難續起來 甚至防守起來的一個路線 MBL這邊是拉了更多弓兵過來 哇靠這個弓兵數量是真的多啊 不是MBL是COPCHE MBL這邊是造了非常多的戰毛和弓兵 弓兵數量有八隻喔 八隻量很可觀啊 好 戰毛兵繼續擋 這邊MBL配兵組成全射手路線 這個組合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全出 毛兵配上肉馬 但如果出太多肉馬跟毛兵 又會出到升級時代 所以COPCHE這邊似乎是想要 先去點下時代升級之後 再去轉戰毛兵 或者是轉肉馬出來 繼續防守的一個路線 雖然瑪麗人這邊是挖金 是比較有優勢的文明 繼續挖金出弓兵的節奏會更好 但是現在對手MBL已經 把自己的兵力打成這種配兵模式的情況 自己要打出優勢來喔 還是要升到農兵之後二級射 才會比較容易打出東西來 不然對方家裡喔 插個箭塔 弓兵家裡守著 還是有可能難燒了這套 當然COPCHE這邊有個細節喔 這邊有挖石頭 所以待會如果這坨兵力足夠強 可以壓制到MBL的兵力的話 這邊才有蓋寶機會喔 MBL這邊工兵真的出了很多啊 雙射箭場 18隻工兵跟10隻毛兵 就毛兵去追工兵 結果追到了 趕快把工兵全部解決掉 剩下兩隻 然後羅馬過來繞一下 這裡有個洞 快補 工兵單位來到了18隻MBL 也想用打一個變身 最後先變身的是MBL 哇被控主金的人 反正先升級上去了 那COPCHE這邊如果城堡不能往外蓋的話 這個城堡挖的價值其實就沒有這麼有用了 那如果要蓋在家裡的話 可能也要蓋正面的位置 但現在正面又被MBL碰住 真的是太難了 好 現在有一些羅馬 再繼續追 要過來追一下 MBL把紅金直接開在了野外的黃金 這個位置有點冒險喔 待會次後回頭會看到蓋提西的村民 好 這裡工兵還沒有提升到奴兵 也是只是一般的工兵而已 好 結果羅馬是往箭塔的方向走 好 這一坨羅馬並沒有品種的關係 使傷速非常快速 有沒有品種還是差滿多的 OK 看到攻擊手往下走 二級的村民就趕快來蓋寶 好 農務兵這邊終於要升級好 但對方搞定已經有三毛兵 但二級射還沒有點 高打低的奴兵打戰毛兵還是有點痛 他其實有點受不太了 往回拉了一下 好 但現在是高打低應該能夾得住 但是沒有二級工兵鎧的關係 所以決定還是往後拉 不然有可能這些戰毛會被收光 因為工兵的攻擊速度還是比較快 好 這裡還掉了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六隻 六隻工兵 七隻 好 八隻 這邊工兵收的數量有點多 OK 蓋好了 結果真的轉出飛刀女獵手 用飛刀打工兵 要真的是要確定 要確定耶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MBL的工兵 能不能擋住飛刀的燒 那現在這個情況MBL其實也可以轉馬功路線了 但是馬功路線現在的問題是要投資的東西有點多 大概二級的工兵台價也要點 而且還要去轉一下品種 馬就要稍微轉一下 會稍微拖到科技 那現在繼續轉工兵的好處是 不用去轉 不用再去另外成型了 只要繼續按工兵就可以了 好 工兵 過來 解掉了一隻飛刀 好 飛刀真的是太劣勢 直接被射到回家 那馬來人這邊要打贏最好的辦法 就是直接繼續出更多的戰 然後3TC趕快開喔 然後3TC點帝王時代 然後轉飄悍精神 打後期會比較好 双方時代這個時間點 要拿下MBL喔 感覺是不太容易了 對方的工兵雖然就已經夠多 而且工兵開局的玩家 TC可以農得更快一點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太多的食物喔 不需要木頭跟黃金 OK MBL覺得自己有優勢 往前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應該是要先出個投石車 開拆城鎮中心 好 投車趕快按 這邊工兵一直被戰錨押住 TOPCH戰錨兵打得很不錯 好 但是騎士來了 趕快修道院生旅補一下 家裡還沒有補修道院 好 彈刀雪先補 修道院呢 TOPCH的修道院是否被遺忘了 那瑪麗人呢 他也很適合打這個救贖思想 去防止投石車 前置壓制打法 那現在MBL投資工兵的關係 如果轉生旅的話 其實優勢並不是那麼的大 尤其是救贖思想這個部分 那你可能招行投石車 後面工兵馬上就來補刀了 而且還是有這個彈道學的情況 所以瑪麗人這邊要自己投石車的話 可能自己也要轉工程器製造所 換了就是用аюсь佔öd zinc 暖斌去跟隊方硬尿 但硬尿的話結果也不是太好 直接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是比較省資源的 跟對方戶頭投石車 MBL現在有高地的關係 投石車砸得很快 兩台投石車 三好像快接近3台投石車的砸速度 這遊戲高打地真的是非常兇狠 好 飛刀過來想要直接硬拆 但是沒拆成功 果然是送掉了三隻飛刀女獵手 COPCHE這波被壓制的有點慘 上方高地 這裡要按下助手模式 媽 海上往前點 想往前點 把村民打出來 射村民 兩隻 三隻 四隻 哇 抽屍車直接打到戰貓兵 這就是免費的拇指環啊 弓兵射的有夠快 好 抽屍車砸一發 兩邊打了插邊球 投資車 都是殘血狀態 但是MBL這裡還是有用高地優勢 要小心 高打地換掉 這邊直接承受住了投資車的傷害 哇 高地擋滴滴的傷害就是這麼的猛 本家想跟一換一也換不掉 好 上方這裡劍狀 哎呦 提示意沒了 趕快繞幹 要往前蓋 採訪地吧 去對方家裡挖金礦 這有點過分 好 達達人現在拆掉個TC 現在優勢非常大 可以考慮開始去轉成堡出來了 直接去擦對方的農田 直接控城的中心 開這個位置其實蠻不錯的 可以控到蠻多的田 好 那現在四台投資車 在右側這個高地 先拆射箭場 靠不去過來 砸了一下 好 結果過來的是要來蓋寶 而不是蓋... 呃 不是要蓋城鎮中心嗎 哇 竟然是直接插寶 插在MBL臉上 MBL現在臉上有一根大盆寶 應該也是受不了 現在我這裏有軍力優勢 我待會也來插 欸 結果是插金礦的位置嗎 不往前插一點嗎 先穩定拿城鎮中心下來 讓對方沒TC 好 那目前卡普奇 由於猛烈進攻的關係 現在村民宿是65吋 打90吋 MBL領先大約25吋左右 經濟非常優勢 甚至已經贏了2000資源了 這2000資源 差距就是一個地勇時代的造價了 OK 這邊就測MBL的補助力 直接投掉了一台 殘血投資車 這裡可以超過一台吧 沒問題吧 這裡沒有一盤城鎮應該是要倒了 殘血投資車 基本上低打高也是一發倒掉 OK 1換3成功 卡普奇與這一波投資車打得十分漂亮 好 MBL 這邊要開始繞 稍微繞一下 現在投資車倒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戰毛兵要小心 哇 這個MBL直接又連接了一發攻兵 OK 結果投資車被車寶射掉 哇 果然還是在職業賽裡面 偶爾還是會看到 這個職業選手 會連接投資車的傷害 好 後面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MBL 地勇時代也準備要點殺 他兩邊應該會直接上大戶騎 結果怎麼 MBL 直接到對手家裡開礦 可能看到自己的副控被開 自己也來看一下 結果上方的投資車怎麼又砸到呢 好 這裡再閃一下 預判 哇 被這手預判 臨死之前 回頭打下 MBL 成功 換成1換1 好 但是石頭數量還不夠多的關係 現在城堡還不能蓋在對方臉上 反而是現在自己家臉上壓力稍微有點大 而且待會蓋城堡蓋在野外的話 這根城堡也暫時沒有辦法解決 還是MBL 要把城堡不在家裡呢 我是覺得蓋在前線還是比較舒服的 好 投資車 再補了一台 打一發 搞定 好 閃寫的戰毛兵 還有16隻 現在爐兵的數量還有19隻 那邊都是走一個射程的 開局打法 好 高地 直接補一根堡 上來直接進攻上方城堡 這個城堡中心 要上高地了 補換嗎 哇 沒有補換成功 那卡布奇這邊能打贏對手的方法 也就是自己趕快上地龍Style 轉化雪火砲 反制巨頭 那現在這個情況 瑪麗人只能用自己的飛刀子裏的手 或是用衝車 去硬撞巨頭 不然就是要轉大量的騎兵 但如果這邊轉騎兵出來的話 自己又很難上地龍Style 這個時間點 MBL升級速度非常快 卡布奇這邊有點 但是開戰搞過頭了嗎 還是有點防守過猛 出了一堆戰毛病的關係 升時代是升了有點久 這邊快45分鐘才點地龍Style 後面加了一個玻璃跟城堡 大家就可以安心的 架巨頭的地方 結果這一坨工兵走進來 巨頭直接拆掉城鎮中心 工兵現在暫時不怕 呃 才剛說不怕 不怕沒東西可以騷擾 結果直接被戰毛給攔截了 哇 這個射的好爽 還是稍好到啦 OK MBL 這一波還是賺 目前村民差距來到了40村了 92對1 3 2 哇 村民差距40 資源量來到差距5000支援 3台投資車已經開始工程了 好 自己的投資車也可以稍微炸一下 好 死掉 好 後面3台巨頭 變4台了 開始拆 應該是沒有辦法修的回來 如果卡布奇這邊要死守的話 這裡至少要拉個2-30村 來蓋城堡才有 來修理城堡才有可能修得起來 那這個MBL 帝王時代是要轉馬攻路線 馬攻還是達達人的強項單位 算是達達人的主力部隊 好 家裡的巨型投資機 也在慢慢亮城當中 MBL 工程打得很開心 好 這台巨頭要往前壓了嗎 但是現在對方好一台投資車 喔 這個巨頭就找到後面挖礦的村民 好 上方城堡也順利拆除 上方的雙TC 可能也不保了 兩邊變成一個換家動作 結果MBL家裡沒有被換 反而是讓對方城堡擺擺送掉 他不去生電玩死呆 馬上點下落圖升級 看來非常艱辛 MBL這邊是直接走騎兵配馬攻 那這也確實是達達人的主力打法戰術 那達達人的槍兵雖然是有的 但是他沒有這個步兵鎧甲 所以真的遇到對方的駱駝的時候 也是很 容易被擊殺的 沒有二級攻兵鎧甲 真的是蠻慘 瑪莉甚至出戰毛兵 也可以輕鬆的打掉大量的疾病 好 右邊巨型投資機 海帶攻城 這根城堡 馬上快要拿下了 好 這裏殘血才開始修 應該也是修不起來 錯名處只有十一隻錯名在修 這修得起來就奇怪了 MBL巨型投資機繼續拆 要不要趕快提早一下鐵木的攻城術呢 已經點好了 鐵木的攻城術 讓自己的巨型投資機射程高達十九點 這就是打打人的長項之處 下方這邊投資的射箭場 除了都是馬攻的關係 現在有點被戰毛兵給克制住 來重點 可能 還是在戰場 能不能收掉對方的 城堡 最後還是拿下了 這裏五根 六根城堡 這裏五根城堡 結果卡普奇直接打出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設立 後面這兩個箭塔建起來 這個駱駝雖然可以打 但是後面兩根城堡 看起來也是沒有辦法 讓這些駱駝做到太多事情了 那這裡城堡 雖然 有一根 應該說有兩根 但是鐵木的攻城術的效果實在太好 巨型投資機都保存在一個很好的安全位置 巨頭數量高達來到14台 14台巨頭 直接都跟卡普奇 卡普奇這邊有點慘烈 MBL這邊是直接硬轉馬功 那如果卡普奇還有後期可以打的話 後期組成可能就是戰毛兵配肉馬跟駱駝 可能會是他後期的決戰主力 那可能還是要轉一些火炮 才可以解決掉這些巨型投資機 那不管怎麼說都很難記 而且MBL這邊偷家偷的很好 直接把他的金礦全部控住了 主金、附金全部都控 這塊金也是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打打人 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14台巨頭 直接都跟對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